我们就继续来看这回美国总统大选 共和党的川普横扫全美 民主党内也开始追究败选责任了 7月才狼狈退选的总统拜登 首当其冲被指 1月就应该要退出的 而拜登在选后也首度公开露面 呼吁美国人选后要降温 川普将完全执政 就怕川普二任会进行报复 大幅的变更生育环保移民等相关的政策 民主党籍的州长纷纷下令 做好法律战的准备 加州的州长已经呼吁州议会 要召开临时会来应对 在民主党惨败后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首度公开露面 在白宫玫瑰花园发表谈话 促美国人选后降温 也表示他的团队将会与总统当选人 川普的团队合作交接 拜登也邀川普到白宫会灭 虽然四年前川普没有按惯例邀请拜登 拜登强调周二的大选证明美国选举制度完善 暗指川普二零二零年试图推翻败选结果 今年竞选时也多次指控没有根据的选举舞弊 拜登也不忘安抚一票 对选举结果感到震惊 大失所望的幕僚和民主党人 不过拜登没有提及他在这场大选的角色 或回应党内的批评 部分民主党人把副总统贺锦丽惨败 归咎81岁的拜登 一开始就不该竞选连任 而不是直到他与川普的灾难性电视辩论 到了7月才退选 分析指出 这次美国红移 其实主要是民主党流失大量的支持者 看看偏民主党的蓝州 川普得票增加28万 而贺锦丽则比上次拜登大失330多万票 资深参议员桑德斯发文直指 抛弃了劳工阶级的民主党 对劳工阶级抛弃他们应该没什么好惊讶 有民主党测试则说 川普的空战策略奏效 在党内忙着找战犯之际 一些反川旗帜鲜明的民主党籍州长 则开始准备应对川普二任可能带来的潜在政策威胁 加州州长纽森也发声明表示 加州高度重视的自由正受到攻击 我们不会做事不管 纽森已经遇州议会召开特别会期 好提供州司法部更多资金 来处理未来可能针对川普政府的诉讼 包括生育自由环保车政策 移民保护和灾害应对 纽森表示 在川普第一任期间 加州就提了120多起诉讼 挑战川普政府政策 现在他和州议员已经准备好捍卫州法防川 加州检察长也说 以与全美民主党的检察长合作 拟定作战计划 不过这回各州要挑战川普政府政策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以加州为例 今年川普得票 预估将超过四年前的600多万票 将超越历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竞选期间 他也不断点名加州州长 痛批这个民主党大本营 收容大量非法移民 游民 以及各种繁琐的监管 加上这一次 共和党可能完全执政 有多少名气可用 还是未知数 TV新闻综合报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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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